这一节我们来讲一个 一种特殊的群 叫自由群 自由群是怎么样定义的呢 自由群 要定义自由群 我们首先要从一个集合开始 怎么样 s为任意的集合 那么这个s这个集合 我们等会会把它看成算是一个字母表 一样的 一个东西 那么我们把s里面的元素称为字母 我们把s 比如说小s 是大s里面的一个元素 我们把它称为一个字母 那因为我们等会还要定义一个群 所以不但要有元素 我们还要有它们的力 所以我们也创造一个符号 对于 每个 那s里面的元素 我们创造一个符号 sd 这只是一个符号而存在 像一个符号 也是一个字母 那么现在手头上有的字母有哪些 有s里面元素 以及 形式为sd 这样子的一些字母 那么 通过这些字母的拼凑 我们可以把 有限多个字母 拼凑成一串 一串的字母的序列 那么我们把它称为一个单词 我们定义 单词 定义在s上面的单词 定义在s上的单词 是由 定义在s上面的字母 所组成的 有限 序列 那什么叫一个 组成一个有限序列呢 譬如 下面的这些 我举个例子 譬如说 我们现在手头上的集合 是包含着三个元素 ab跟c的 的集合 那么把abc 这三个看成是字母 我们同时还需要创造 a等d b等d c等d 这三个新的字母 那我们一共有六个字母 那么就像我们平时拼单词一样 我们把这字母拼凑起来 就可以得到一个单词 譬如说 a a 这样是一个单词 ab 这样是一个单词 c的d 自己本身 一个字母可以作为一个单词 那么c的d c的d b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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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 b b 这样也可以算是一个单词 无论多长 只要它是有限的长度 我们就把它叫成为一个单词 那么 有些 为了简单方便 我们会把 如果有三个相同的 有n个相同的字母 前后接在一起 我们 会写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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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 a a a 这样子 一共有n个a 加一起 我们也退写成 简写成 a的n次方 然后如果 有a 负1 a负1 a负1 这样n个 接一起 我也可以写成 a的负n 这样子的形式 那么通过这样子写的时候 我们就得到 简写 譬如说前面的上面这个可以写成 a的三次方 这可以写成ab 这可以写成c 负1 这可以写成c负2 b a四次方 bc负1 b负1 好 那么有些时候我们可能遇到 以下这样的单词 譬如说 a的负2 a的四次方 就是说我们先把 a负1这个字母 重复两次 然后接着a的这个字母 重复 四次 我们这样一个 也是一个好的单词 但是我们 如果我们后面要 定义一个群的话 a跟a的d 最好有相消的关系 那么说 我们就定义 一个 简化的单词 是不存在 s跟s 等地相邻 或者s等地 跟s相邻 这样的 这样的 字母 对的 单词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的单词里面 不存在 两个相邻的字母 要互相为例的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么我们就说 这个单词 是简化的单词 譬如说 上面我们举的这些例子 这里 都是已经简化了的单词 我们可以看出来 我们相邻的字母 都没有互相为例的情况 但是 我们这一个单词 就不是简化单词 因为我们有 a的-1 这个单词 可以写 写长一点 把它展开 就是 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我们就发现 在这里 就有着相邻的两个字母 互相为例的情况 所以它就不是 简化的单词 好 在定义完简化单词之后呢 我们对于 任意s 我们定一个新的集合 任意集合 s 我们定义 fs 是所有 定义在 s上面的 简化的单词 所组成的集合 也就是说 你把所有的简化单词 凑起来 放在fs里面 就放s上面的 所有简化单词 都收集起来 它就fs里面的元素 特别的 朋友以下的 以下的 说法 空单词 所谓的空单词 就不包含 任何字母的单词 我们也计为空 空单词 也是 一个简化的 单词 而且空单词是 都是定义在 任何集合里面的 简化单词 所以空单词 总是fs里面 一个元素 好 下面 我们 如果我们有两个单词 两个 单词 mu 跟tao 这两个是希腊字母 mu跟tao 两个单词 大家可以想象 这有一串字母 这有一串字母 那么可以把两串字母 前后相接 形成一个新的单词 我们把这个新的单词 就计为mu tao mu tao就是 把 mu跟tao 前后相接 所形成的单词 所形成的单词 那么当然 我们把 譬如说 如果我们mu跟tao 都在 fs里面的话 也是说mu跟tao 都简化 约简了的话 mu跟tao 都属于fs 它们都是简化的单词的话 我们不一定 把mu跟tao 连起来之后 它还是简化的 譬如说 我们刚才的例子 如果s 是三个 三个元素 所形成的集合 那么我们可以 a 是上面的一个 简化单词 a的负二 次方 也是上面的一个 简化单词 但 如果我们把 这两个简化单词 连接起来 我们得到 a a-2 这样一个 也就是说 a-1 a-1 这样一个单词 这样一个单词 就不是一个简化单词 因为 突然间 我们又多了一个 相邻的 互利的 这样的一个字母对 但是我们 发现 其实 并不是这么困难 从一个单词 到一个简化单词 那么从单词 我们总是可以 把它简化到 简化单词上面 什么一个简化方法呢 我们可以把 凡是我们出现 s s 或者 s s 这样子一个 一个字母对 我们把它们 换成 空单词 我们只要把 这样一个字母对 换成空单词 我们就可以 把单词 换成了 换成了简化单词 譬如说 在上面这一个例子 我们 相接之后 我们得到 这样一个 得到这样一个单词 我们就可以 把这样一个对子 换成一个空 空单词 然后最后 我们得到了 a的d 这样一个 新的单词 所以 这一个步骤 我们称之为简化 那么 我们把 单词 相接 然后再简化 这样一个步骤 对于两个单词 我们把它相接 再简化 这样一个步骤 我们可以定义出一个 简化单词上的 二元运算 我们继承信号 也就是说 对于 单词mu 跟单词ta 我们可以定义一个 新的简化单词 简化单词mu 跟简化单词ta 我们假设它们两个都是 在fs里面的元素 对于这样一个 简化单词 我们可以 对它们进行 这个信号的运算 我们得到 一个新的简化单词 也在fs里面 我们再举一些例子 再用这个集合 比如说我们想 想算ab 跟c ab是一个简化单词 c是一个简化单词 那么把它们 用信号连接起来 我们得到abc 这样一个单词 但是 比如说我们如果有abc 我们想把abc跟c的d 连接起来的话 我们先把它们连接起来 得到abc c的d 但是我们还要再简化一下 我们把后面的两个 互逆的字母对 把它换成空单词 我们得到ab 这样一个新的简化单词 那么现在我们 给出一个练习 让同学们回去 做一下 练习就是证明 对任何的 集合s fs 给我们定义的这个 信号运算 组成一个群 对于这样 当我们完成了这个练习之后 我们就定义 我们定义 fs 跟信号 这样一个群 就称为 s 定义在s上的 自由群 好 在定义完自由群之后呢 我们来讲一个自由群的 很重要的性质 我们先让 g 为 任意群 s为g的一个生成极 记得 生成极 我们前面说过 生成极的定义就是 它里面的g是由它里面的元素 生成了一个群 一个生成极 并且 1 g里面的横等元素 1 不在s里面 注意这样的s总是存在的 比如说 我们比如说可以让s等于去去掉 去做一个集合 去掉它的横等元素 那么这样一个集合 很明显就生成了去 所以我们这样的s总是存在了 对于这样的s 我们可以定义一个映射 f 从 定义在s上的自由群 进去 g这一个映射 把 简化单词 映射到 这个简化单词上面的字母 对应的 g里面的元素的成绩上面 你要说 如果我们有一个 一个字符串 abcd 譬如说 这样子一个 一个简化单词 我们把它映射过来 我们就把abcd 按照g里面的乘法 把它盛起来 就行了 我们就构造一个这样的映射 那么现在 我们 请同学们做一个练习 证明 f 是一个群同态 证明了f是一个群同态之后呢 我们发现f明显 是一个满上 因为 g里面的 g里面的元素 是由s生成的 也就是说 g里面每个元素都可以写成 s的元素 或者s里面的元素的力 所构成的 的一个 一个 一个成绩 那么对应这样一个成绩 我们可以 在这边找到 对应的简化单词 使得 它映射过来 就是 正好是这个成绩 所以 明显的 f是一个满上 那么现在根据群同固的第一定理 我们可以知道 群同固 第一定理 可知 g 其实 同固于 定理在s上面的自由群 抹掉 f的核 这样的一个商群 也就是说 定理 任何群 都是 自由群的 这是某自由群的 一个 一个商群 我们称 这样一个 把群 同固于 自由群的商群 这样一个 一个 对 一个概念 我们称为 群居的 一个 表示 很多时候 我们要 要定一个群 我们往往是 借助于 先告诉他 大家 这个 它的生成级 是什么 然后 我们应该 处于 什么样的一个 生成的关系 所以这样一个 叫群居的 一个表示 好 这一节科学上了这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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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